姆巴佩转会进入了最新阶段,也是突然曝光出来了,利物补方面居然想要用3亿欧元的添加求购姆巴佩,而且不同于其他球队只是有兴趣,利物补方面是实质性的被曝光出来了,和姆巴佩进行了接触。 其实熟悉去年姆巴佩夏装转会闹局的球迷都知道,姆巴佩和利物补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当时姆巴佩母亲同时也是她经纪人就公开表示过,姆巴佩是和利物补方面进行过私下沟通。 在姆巴佩小时候,他们一家人都是利物补球迷,在姆巴佩转会大巴黎之前,当年同样也是在利物补方面谈判过,不得不说,姆巴佩又是寄出来了所谓的儿时梦想套路了, 嫌要让利物补方面下定决心,也是在下创对姆巴佩进行一番报价,但目前利物补方面经过了详细儿周全的考虑之后,也是官宣的决定,他们将会撤销对姆巴佩的三亿欧元报价,利物补方面也会淡化内部对姆巴佩的追求了。 不得不说,利物补这次官宣不会继续追求姆巴佩,其实也是不信姆巴佩所谓的儿时梦想了,毕竟就连黄马这种超级豪门球队,还是姆巴佩一直以来, 梦想的球队,在追求姆巴佩的过程中,都需要这么麻烦,和付出超高的转会费,利物补下赛季连欧冠资格都没有,怎么可能对姆巴佩有着着实性的吸引力, 所以利物补这次也想要直接转变方向,对着一甲金靴奥斯梅恩展开追求,奥斯梅恩也是转会窗口中的香伯伯, 那伯勒斯对他的要价也是1.5亿欧元转会费,相较于姆巴佩还是便宜了一些的,而且球员实力和名气也都是顶级存在, 作为欧洲足坛近几年最粗色的球星之一,姆巴佩自出道以来就备受关注,尤其是黄马, 他们不止一次地表达对这位法国球星的欣赏之情, 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佛洛伦、蒂诺都在试图运作姆巴佩,前往伯纳乌球场效力, 在之前两次转会的运作当中,姆巴佩都曾经距离黄马只有一步之遥, 只是因为姆巴佩连续两次,在最后时刻改变决定,巴黎圣日尔曼才得以继续将他留在队内, 作为交换条件,巴黎也给了他世界足坛独一无二的风心心碎。 不过,从当前情况来看,姆巴佩选择留在巴黎圣日尔曼, 虽然可以拿得高薪,但是在个人荣誉层面,他一直停滞不前, 尤其是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哈兰德,本赛季在球队荣誉方面几乎盆满不满, 这样姆巴佩充满了危机感,在这种情况下,姆巴佩再次做出了离开球队的决定, 之前他已经明确宣布将放弃与球队的虚约选项, 这意味着在下赛季他就将进入合同年, 这无疑是将巴黎圣日尔曼比喻死角,因为在姆巴佩不虚约的情况下, 在赛季中期的季会转会窗口,他就可以与任何球队商谈自由转会的合同, 并在赛季结束之后免费离开球队,届时巴黎圣日尔曼将落得人才两空的局面, 这无疑是球队完全无法接受的结局, 据法媒称,由于姆巴佩的去留直接决定球队未来的舰队思路, 因此巴黎圣日尔曼不希望在姆巴佩身上牵引浪费太多时间, 他们已经正式告知姆巴佩给他发出了最后通牒, 那就是必须在十天内做出决定,明确自己续约留队或者转会离开,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去意已觉得姆巴佩回心转意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 因此在这个转会期间离开是最有可能的结局。 根据此前消息,巴黎圣日尔曼希望从姆巴佩身上收回2.5亿欧元的转会费, 但是考虑到他的合同年限,这样的转会费明显是不切实际的, 从转会市场的情况来看,有两支豪门球队在参与姆巴佩的争夺, 分别是黄马以及利物补,相对而言黄马的态度比较明确, 费洛伦蒂诺是更加倾向于让姆巴佩在下赛季结束之后免费转投博纳乌球场, 如此一来,球队可以不用支付巨额转会费, 将有更大的空间给姆巴佩提供更加理想的薪资待遇。 不过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他们迟迟无法提供转会报价, 急于离开姆巴佩也有可能是遭遇其他球队的截狐。 据悉,利物补方面已经在准备向巴黎圣人尔曼提出报价,正式求购姆巴佩, 如果他们能够提供一份足够有竞争力的报价, 巴黎圣日阿曼很有可能将会把姆巴佩离队的大门打开。 有消息称,他们愿意提供一份超过2亿欧元的报价, 看起来,克洛伯的球队有望成为这个转会期的黑马, 最终成功截呼这位法国巨星, 如此一来,他们将一夜之间重回欧洲组坛的顶级水准。 据西班牙媒体的最新消息, 目前黄马已经彻底放弃了对姆巴佩在今年夏天加盟的同乱, 期待,他们通过和姆巴佩团队的沟通确认。 姆巴佩更希望能够在下赛季继续留在大巴黎, 而不是转会加盟任何一支球队, 所以黄马不会对姆巴佩进行正式的报价, 而是考虑在冬季转会期再次和姆巴佩进行接触, 这也意味着黄马的9号球衣无法等到他的新主人, 大概率空闲一年的时间, 在本泽马离开之后,黄马确实是需要一位顶级的射手加盟, 签下何赛卢看起来更多还是无奈之举, 虽然说何赛卢上赛季的发挥不错, 但距离黄马头号中锋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姆巴佩在夏天的表态让黄马对他的未来保持了新的关注, 遗憾的是大巴黎的忠诚奖金对巴马的诱惑力更大, 即使黄马想要签下姆巴佩, 可能球员也不愿意在这个夏天加盟, 所以说这笔转会可能会和很多球迷的预测有所出入, 黄马和大巴黎都希望能够完全转会, 但是姆巴佩的团队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反而刘队才能利益最大化, 签字费和中场奖金都可以拿到手, 但是下赛季姆巴佩即使想要加盟黄马, 也不见得能够顺利达成自己的目标了, 下赛季黄马将会迎来一位年轻的射手, 恩德里克将会年满18岁, 可以正式登陆西架, 作为黄马最看好的年轻球员, 在他还未正式成名之前, 黄马就签下了这位年轻的射手, 并且是在激烈的竞争当中, 以17200万欧元的转会费达成了交易, 谁比转会费即使是放在成名的球星身上, 也可以得到一位非常优秀的球员, 而黄马却把它画在了恩德里克的身上, 即使他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才可以登陆欧洲, 足以看出黄马管理层队恩德里克的看好, 如果恩德里克下赛季登陆欧洲, 就被黄马放在一线队, 进行继续培养的话, 姆巴佩所能得到的空间就比较有限了, 在他熟悉的左路有维尼修斯, 即使打中锋的位置也有恩德里克和他竞争, 黄马将会占据绝对的主动权, 而从姆巴佩此前的续约, 以及和黄马的谈判来看, 他对签字费, 奖金以及薪资的要求都非常高, 这样的情况下, 黄马会选择接受来自姆巴佩团队的威胁吗? 黄马会选择接受来自姆巴佩团队的威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